如果你想要櫥窗裡面熱的東西 你就跟他說 SIMIMASSE 然後指著說 KORAY KORAY就可以了 日本是沒有辦法單手比出六七八九的 如果你想要買六個以上的話 你要一隻手比五 然後一隻手比一 最近大家身邊的朋友應該都蠻多出國了吧 我自己也去了日本好幾次 回來也都會跟我爸媽分享去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我看他們好像蠻想去的 那這次又來試試看 假裝自己如果完全不會英文跟日文 只說三句話的話也沒有辦法在日本順利的玩 如果可以的話 下次有便宜的機票也可以幫他們訂一下 那這次的三句話分別是 SIMIMASEN 就是不好意思 Hi 就是好 是的 然後跟KORAY 這個 那第一個SIMIMASEN有點類似不好意思 就是用在如果你想要叫服務生或者是其他的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必要 只是人家講話的時候你就嗨嗨嗨 讓人家覺得你有在聽 就算你什麼都聽不懂 那再來就是KORAY KORAY 這個就是點餐的時候 你只要指著菜單 然後KORAY KORAY這樣就好了 不知道為什麼好像變日語小教室 不過我日語真的蠻差的 以全民演員來說的話大概就是 初級不知道考不考得過的那種水平 如果大家更好的建議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說 那這次去的話我是選大阪跟京都 我覺得這裡很適合作為第一次去日本的地方 相較於東京 這裡的步調就比較沒有這麼快 比較年輕的人來的話 大阪有環球影城啊 海油管 道頓窟之類的地方 像我爸媽那種喜歡走景點的話 大阪也有大阪城 那去京都的話就更多了 好啦不廢話直接起飛 我這次當然是熱逃 也就是全日空旗下的聯航 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就算你是國外的航空 在國內化位的時候也會找國內的航空支援 所以基本上到出關之前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這次望而登入VZE的JAPAN 所以我們走人工審核的路線 基本上也是給他看一下疫苗施打的證明就可以了 但我實在是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登入VZE的JAPAN 因為現在大陸開放啦 在這段期間他們都是必須要進行核酸檢測的 所以有很多人會塞在那邊 畢竟誰也不知道其他人從哪裡來 所以當然是越快通過越好 其實整個旅程 可能心理層面最困難的就是過海關 因為你會完全聽不懂 不管他是講日文還是講英文 你就是面帶微笑努力跟他比手畫腳就好了 基本上我大部分的時間也都是聽不懂 不過如果你有填VZE的JAPAN的話 應該也不太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這邊就簡單介紹一下VZE的JAPAN 就是從這個VZE的JAPAN的網站 身體帳號登入之後選下面這個新增登入 然後裡面就要輸入航班跟住宿聯絡電話 住宿的地址跟名稱都要全英文 如果你是從Google上面複製的 地址會有逗號跟連字號要注意一下 然後電話的話我都是填飯店的電話 填好之後行程就會建檔 建好就會在下面 點進去之後就可以看到簡易手續 然後括號快速通關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剛剛點進去的話是紅色 而且狀態會是登入前次 滑到下面就會讓你上傳一秒接種證明書 然後上傳的時候記得是要按前面標題的字 不是按後面的請登入 登入完等他審核完之後就會變成藍色 狀態就會變成繩核完成清 那就代表沒有問題了 那如果你怕過境的時候意外沒有網路 你可以把QR Code截下來 出來之後下面還有一個外國人入境登入 跟攜帶品後送物品申報 這個就是我們正常去日本的時候會手寫的單子 也可以這邊先選一選 那就不用再寫了 然後我們就要考慮到日本的交通 我們這邊從機場到大阪是搭HARUKA HARUKA就是東京機場特輯列車 那這個是要搭配關係地區的悠遊卡 IKO卡一起買的 雖然有偷吃部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要管 這邊最好的就是出機場之後 大部分的航班都是在第一行下的佐入 如果在其他航下入境的話 就是要坐接駁車到第一行下 往JR站的方向走就可以找到這個 JR Ticket Office 這邊直接上二樓找中文櫃台買就好了 總共可以從關係廠到大阪的天王寺跟新大阪 還有京都的京都車站 可以選擇自己要去哪個點就是又快又便宜 我這邊是先網路買好再去車站掃Q啊 但實在是太麻煩了 雖然可以不講話 但實在太辛苦 還是直接去有中文的櫃台買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搭HARUKA到天王寺 轉乘電車去我們第一個行程海遊館 基本上所有的行程都可以用Google Map導航 如果你再看仔細一點 那個導航會細到你要往哪個方向 哪個出口 搭哪個線 搭幾站要多久 還有這一站幾分鐘之後 下一班車又要在幾分鐘之後 超級方便 然後我就在便利商店簡單買一些東西吃 便利商店幾乎就跟台灣一模一樣 它唯一有的一個問題就是問你要不要袋子 你可以一直嗨嗨嗨嗨嗨 袋子一個行是3塊還是5塊日幣吧 那如果你買便利商店之外 還會問你要不要筷子 為了避免你錯過筷子 所以你還是說你都要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櫥窗裡面熱的東西 你就跟他說 SIMIMASE 然後指著說 KOREEKOREE就可以了 那這邊特別要記得 日本是沒有辦法單手比出6789的 如果你想要買6個以上的話 你要一隻手比5 然後一隻手比1 不然他們會看不懂 但是如果你要在便利商店買超過5個炸雞的話 也是蠻多的 那再來就是觀光區的售票 這個幾乎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你有點害怕 你可以試著想看 反正有很多外國人他們應該也都習慣了 也不用特別想說他們聽不懂怎麼辦 一定會有票價多少什麼票的中文 就直接到售票庭指你想要哪一種 然後比數字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順便介紹一下行程 大阪海遊館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族館之一 而且海遊館有非常非常多關於海洋研究或保育計畫 所以我蠻樂於去這種有教育意義的地方 可以看到水母啊或是金鯊還有其他的鯊魚 不過我還是覺得關了這麼大的雨實在是蠻可憐的 那結束之後我們就準備去check in 當然這邊我是有稍微失敗 雖然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講話 但這個店員跟我講了非常非常多的英文 而且他的英文講得非常非常好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假裝聽不懂 不過除了入住虛之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大部分住處都會有中文版本的注意事項 再不然用翻譯看一下注意事項其實也還好 那我們今天住的是清點旅館 也就是洗澡的地方是要跟其他人共用 不過我很喜歡住日本的清點旅館 因為就是又乾淨又舒適 基本上就是像這種膠囊型的洗澡間 有時候還會有洗漱區 不過這是男洗澡間 女生的還會有化妝區 那到這邊基本上溝通都沒有問題 我到後面就是簡單講一下我這次的行程 如果溝通上有特別注意的話 我會特別提出來跟大家說 那接下來就是晚上去 島洞窟跟新災橋附近晃晃找點東西吃 隔天準備去環球 環球的票我是直接在台灣網上購買的 這個就是直接刷QR Code入園就好 環球這次我是挑戰 只買門票看能不能玩完所有的設施 有另外出一支完整的攻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別忘記去看一下 那第二天就是一整天都在環球 第三天的話就是準備要去京都 早上去大阪城晃了一下 因為上次已經來過 所以就沒有買門票進去 大阪城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 這邊基本上抓個半天 甚至加上旁邊的大阪城博物館 逛個一天都行 那這邊我們差不多就是中午前往京都 大阪到京都的路上也是有很多景點 例如在日本很重要 磕在十元硬幣跟一萬元紙幣上面都有的 平等院鳳凰堂 還有快要變成抹茶代言池的雨漬 這邊有很常跟台灣店家合作的實力 跟最有名的中村藤崎本家 還有一般大家第一次去京都 一定要去的福建道合神社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千本鳥居 離車站蠻近的 去參拜的路上有很多吃大家買的可以買 還有一攤是賣小籠包 不過我覺得不怎麼好吃就是了 反倒是串燒蠻好吃的 牛肉串燒跟雞肉串燒 大家一般來都是拍拍鳥居就離開 但是福建道合神社其實很大 光是鳥居就繞一整座山 那結束之後差不多也就是下午兩三點了 就沒有打算跑其他的行程 那這邊我們就去京都車站附近的西本院室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剛好是在有銀杏的時間去的話 就會看到兩棵超級超級漂亮的銀杏樹 算是漂亮的股市額外的小驚喜 那看完之後天也差不多有點黑了 我們就去後面兩天的住宿 那住的也是慶念旅館 不過沒有昨天的房間大 入住的時候是自己用機台Check-in的 不過我不是很會用 旁邊的店員走過來我就全部東西都給他 他就直接幫我用好了 實在是感謝 那我們晚餐就去附近的超市買了一些吃的 有生魚片、雜豬排、玉子燒跟泡麵 超市會比便利商店的東西更多 不過店員也會跟你說更多的話 反正如果你真的聽不懂的話 你就一直嗨嗨嗨就好了 正常來說他就會給你袋子跟筷子 但很大機率他會發現你根本聽不懂 然後就把袋子跟筷子拿出來指給你看 基本上也不會有太難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身手不打笑臉人 所以記得態度要好 最好是離開的時候可以說個謝謝 然後稍微點個頭 不管你說什麼語言 對方一定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再來就是第四天 在京都晚一天 今天的行程步行距離差不多20公里 完全不做任何的交通工具 大家如果覺得做不到的話也可以適時的坐點車 腳就不會這麼酸 那今天的路線是這樣的 從我們住的地方 往右走清水板到清水寺 然後沿著二年板往上走走到高台寺 然後沿著靈靈小道走到石平小路 然後走到八板神社逛一下花劍小路 之後沿著鴨川走到平安神宮 最後如果有時間的話再去逛一下京都寓所 晚上再沿著士林通走回住的地方 其實如果大家還不熟的話 可以直接用Google Map導航 有些會要坐公車 如果你稍微膽子大一點的話也是可以坐公車 並且有些地方離電車還是蠻遠的 那日本的公車幾乎都是上下車都要刷卡 也幾乎都是後門上車前面下車 記得不要做錯路線 隨時看看自己有沒有坐過站 那幾乎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我自己是不是很喜歡坐公車 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日本 所以除了真的到不了的地方 像是金閣寺之類的我才會坐公車 不然我能電車解決一遇都是電車 那再回來講行程 那大家是搭電車的話 走到清水寺勢必一定要走一段路 我建議大家繞遠一點點走上清水板 主要是這條是清水寺的表餐道 如果你走比較近的五條板的話 只會看到聊聊幾家商店 那如果有穿和服計畫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租和服 有一些和服店是可以提供讓你穿回飯店 然後直接在飯店歸還他們會再去拿的服務 不過如果要租和服今天最好就是不要走太遠比較好 可以考慮走一下高台市然後沿著階梯走到林林小道 不過之前因為實在太多人停留拍照了 導致食品小路的店家很困擾 所以食品小路現在是不開放拍照的 那之後就前往奇緣 這邊有八百神社跟花劍小路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還可以遇見異技 不過要記得花劍小路也是不能拍照的 異技也是不能隨便亂拍的 逛完之後就可以沿著鴨川前往平安神宮的方向走 那鴨川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舒服的地方 如果不要太熱或太冷的話 聊聊天慢慢走 或者去河邊喝個茶也是很棒的體驗 那差不多半個小時之後就可以走到平安神宮 平安神宮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所有庭院都要逛完的話 花個大半天都跑不掉 那如果再加上旁邊兩個美術館跟動物園的話 大概一整天都不夠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平安神宮這區是很值得給他很長一段時間來逛的 那這邊結束之後就走出京都御苑 這也是1869年之前一直都是天皇住的地方 現在有點類似大型的中央公園的感覺 逛了一下我們就沿著士丁通準備回住宿 回去的路上我們隨便查了一家串燒店 我們就進去吃了 幾乎都是進去之後跟店家要菜單 然後口雷口雷的點 真的是很好吃啊 果然套上了濾鏡之後 在日本的小店幾乎都不會踩雷 那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天要回台灣了 我們是5點半的飛機 早上早早退了房之後 去了一下京都最重要的城堡 原理工二條城 在路上還遇見很酷的牛肉販賣機 我想說買個熟的東西 結果掉出來是冰塊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熱 所以最後還是在機場丟掉了 那再說二條城 他是經歷過德山家康跟最後大政奉還的地方 我個人是特別特別喜歡這邊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本玩御店正在維修暫停開放 稍微有些可惜 那逛完之後我們就前往警視場 我在這邊買了超級好吃的玉子燒 如果我們還沒有在日本吃過玉子燒的人 我強烈建議吃吃看剛出爐的玉子燒 大冬天吃了熱呼呼的甜甜軟軟的玉子燒 哇 反复我整個人都得到了救贖 那最後因為同心的人很喜歡貓頭鷹 所以我們就去了一趟貓頭鷹動物園 但雖然說是動物園 但是就是養在普通的房子二樓 主要就是可以摸摸貓頭鷹跟拍拍照 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 雖然很可愛 但是我覺得他們好像都不太快樂 那再結束了之後 就從京都大哈魯卡回關係機場準備回台灣了 不過京都車站有很多個JR入口 不是每個入口都可以搭車的 最方便的就是從一樓大丁進來的這個檢票口 但如果實在找不到的話 大家就拿著哈魯卡的車票 直接問站務員然後指一下車票 他大概就會了解 並幫你指方向 回去的時候買了一些看起來很好吃的火車便當 日本的火車便當真的是玩出了花 各式各樣你想的到想不到的東西都有賣 我是一個很習慣吃冷的東西的人 但如果你不是很習慣吃冷的東西的話 可能日本的便當會讓你很痛苦就是了 那最後說一下 我覺得我是一個經歷了越多害怕的事情就越多的人 並不是知道越多就越感覺安心 像我第一次去日本自由行的時候 日文根本半句不會 也是各種居酒屋啊 不會其他語言的家庭室 什麼搭公車啊 騎腳踏車樣樣都來 不過總是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 但我覺得這也是旅行有魅力的地方 不只是看看風景這麼簡單而已 你遇到任何人任何事情 越是困難麻煩之後想起來就會越有趣 像你以前在工作的時候遇到的困難 過了之後跟朋友們分享的時候也是有聲有色的